萧炎身中魔毒斑是如何破解的? 蝎碧炎得知竟再次气死 在萧炎与小一仙共同铲除万仙门的过程中 蝎碧炎临终前发起了疯狂的反忽 将毕生斗宗的力量转化为致命的魔毒斑 射入了萧炎体内 看到这一幕的美毒莎情绪瞬间失控 愤怒地将蝎碧炎打卸八块 尽管蝎碧炎的生命力顽强 她坚决抵抗 但最终还是在美毒莎的狂怒中结束了生命 对于萧炎来说 看到美毒莎为自己这样疯狂心理除了负罪 再加上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而善于用毒的小一仙 也只能暂时压制魔毒斑 想要彻底解决 必须得有斗尊强者出手帮助解毒 最后萧炎只能前往嘉南学院 寻找院长盲天齿 看能否为自己解毒 只不过盲天齿神龙见首不见尾 这样萧炎只能前往中州寻找机会 不过萧炎却发现这魔毒斑也并非全部都是坏处 他意识到魔毒斑可以被一火焚烧 从而转化为斗气 这也就意味着萧炎可以通过炼化魔毒斑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于是他决定尝试着炼化这魔毒斑 尽管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好在他逐渐掌握了炼化魔毒斑的方法后 修为不断飙升 从一个斗皇逐渐攀升 直至达到四星斗宗的境界 不得不说 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收获 只不过以萧炎的境界必然不可能将魔毒斑彻底炼化 不过萧炎并不打算放弃 甚至在遇到封尊者的时候 萧炎也没有让封尊者帮助自己 毕竟这可是一位斗宗强者毕生的斗气 而萧炎在不断炼化魔毒斑的作用下 实力也越来越强大 最终在帮助小一仙控制恩赖毒体之后 萧炎也将魔毒斑全部炼化 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歇必然知道自己释放的魔毒斑 不仅促进了萧炎和美毒杀的感情 还间接帮助萧炎提升了实力 他恐怕会再次起的蹊跷生烟 不过这也充分说明了 萧炎的运气非常不错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